以后不要再给我买早餐了 我说了我不喜欢丽丽 喂 妈 露露 明天家族聚会你记得来 地址发给你啊 知道了 唉 你也该带个男朋友回家了 你看看你表姐 嫁了个大老板 现在你姨妈天天在我面前炫耀 你表妹都带男朋友回家了 听说还是个富二代 妈也不求你找个多有钱的 妈只要 妈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 你别管我 我说一句你顶十句 你要再找到对象你就别叫我妈 行行行 我明天就带男朋友回去参加聚会 有对象了 你这孩子你也不告诉吗 行行行你先忙 我现在去哪里找男朋友 明天有时间吗 知道了什么 可以啊 小木总 不是叫你开一辆差一点的车吗 这已经是公司最差的车了 唉 小木总 你这是干嘛呀 我呀 就想不普通人谈场恋爱 你说哪个普通人开分池啊 到时候啊 我就跟他说他是租的 这是你的车啊 哦 不是租的 你不是家庭聚会吗 给你撑撑场面 虽然我找你假扮我男朋友 但是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实事求是 没有必要 好了来不及了 赶紧的 哇 二表姐来了 快坐 这是 这是我男朋友 撞撞 看起来倒是一表人才 你们怎么来的 开车过来的 是外面那辆奔驰吗 是 老公你看 人家都开奔驰的来的 明天就去给你提一辆 老公你真好 车是你自己的吗 当然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经营一家公司 经营的还不错 这个车嘛 就期待跟不玩 难怪二妹你之前一直翻的 原来是你三个跑车回去 哦 也是 你们家这经济情况啊 不特别好点的 还真扶不动 二表姐 你昨天朋友圈不是还发单身万岁吗 怎么这么快就 二妹 你不会为了今天的家庭聚会 还故意找了个人 假扮的男朋友 表姐 你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 今天公司是有点多 来晚了 没关系 长辈也还没当 那就好 哎 门口 那个奔驰是谁租的 想要嘛 咱们明儿去提一辆 租车啊 多没意思 租的 那可不嘛 租车行的电话都接着 不是租的是什么 这个好尴尬 这怎么办 就说让你实之求是吧 二妹啊 不是我说你 做人呢 就是要脚踏实地的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一无是处 还一直找不到男朋友 现在带个男的回来 先不说是不是女男朋友 你这又是租车 又是编造一些谎话 现在被戳穿了 难不难受 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一无是处 你这又是租车 又是编造一些谎话 现在被戳穿了 你这样子 你妈该多难受啊 真是没出息 够了 你们还是一家人 国外面的车 还真不是租的 不装了 摊牌了 我 就是牧师这团小牧的 牧师这团唯一的机场 慕容集团 老公 你不是也在慕容集团吗 认识吗 我今年都在国外 刚回国 不是很正常 那这个时候还在演 既然你说 你是慕容集团 继承人 那我想 你应该认识这个吧 这是慕容集团 董事长夫人 亲自交给我老公 我老公送我的 是法国著名设计师 罗伦斯的一作 全世界就一条 名字叫 海洋之星 据我所知 海洋之星是戒指 而不是上衣 而且这个劳伦斯 是意大利人 不是法国人 其次 这个戒指 是我爸送给我妈的 结婚纪念日 请问 这样的东西 会拿出来送的 你不要听到谷歌 虽然说 不是海洋之星 但确实是 躲至少夫人的功 哎 我们的菜呢 经理 您好 我姐这位的经理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我们的菜呢 请不做好 我不知道小莫总的到来 待会儿来小莫总 小莫总 不好意思 你大人不计想一样 千万不要放开心上 对对对 莫总 不知者无罪嘛 我们也是不认识你 你才闹了这些笑话 哎 露露 都是姐姐的错 你看我这也是关心你 对不对 姐姐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 不认识 都是对露露 真是好笑 从来到今 露露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你们一句不是 可不认识你 可你们呢 四字珠心 惧惧伤人 如果露露的男朋友 真的不是什么小莫总 我怕 很难看到你们这副 卑微道歉的样子 看来我这次 真的掉到一个经历穴了 小鹿总 小鹿总 出去了 你刚刚怎么说话呢 我说的有错吗 怎么了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怎么了 就是有钱啊 爆发户啊 你在这边 怎么回事 鹿总 这边点的酒 可可不小心送到那州去了 那边开口一尝 觉得味道不对 说啥吗 我刚才喝这种酒 另一桌客人就不高兴了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我说的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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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气 你再说一遍 怎么说话呢 怎么还要打人呢 来来来往这呢 这桌的服务员是谁 给我过来 鹿总 我花钱请你来 你干什么吃的 连瓶酒都能送错 我请你来 是服务他们的 是来让客人满意的 不是来给他们添堵 自己收拾东西 滚蛋 滚啊 算了算了 他就这个佛生 管他干嘛 那怎么行呢 你们二位来用餐 本来这是我们的荣幸 怎么能因为这种事情 影响你们的心情呢 这样吧 二位点的菜 都我来请 嗯 再给你们每一桌 都上一瓶好酒 就算是给你们赔礼道歉 那倒不用 那倒不用 又不是吃不起 对不起二位 实在对不起 哎 兄弟 刚才 我说话有点冲啊 嗯 我说话有点损 对不住了啊 对不远分 不打不相识啊 哎 要不咱一起是吧 我看行 这样 不拿了瓶好酒过来 再给我换一个大点的包间 好 没问题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打我一巴掌 还回去 要么给你一个红包 休假一天 自己选 严经理 等等带可可去财务那之前 好 还疼吗 一切都是以客户满意为目的 何况 这件事情因你而起 你这一巴掌 爱得还不算冤 知道吗 严经理 等上面那个包厢 吃得差不多了 再去给他们开两瓶跪的 可不能贫命的 这八十八万的彩礼 少一分都不行 八十八万的彩礼 这就是疯了吧 姐 陆瑶姐 这买房的首付就是我们家的 这八十八万的彩礼 我们实在拿不出来了 这八十八万啊 你砸锅卖铁 也要凑出来 可可 我们八年的感情 你就这么看着你姐来拆散我们吗 我 你怎么也这么物质了 大姐 你这是嫁妹妹啊 还是卖妹妹啊 八十八万 就是要我爸妈的命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今天要填衣你了 兄弟 这个媳妇 要不得用 可可的陪价 是中心三套房 一辆车 一家酒店 这加起来都超过一千万了吧 我 是 我要你八十八万的彩礼 不过分吧 可是这八十八万的彩礼 实在太多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既然你觉得八十八万太多了 那我们可以不要彩礼 谢谢姐 我跟可可都八年的感情了 我一定会对她好的 我不要你的彩礼 但你不会给陪价 姐 你说什么呢 彩礼我可以拿点 陪价也可以少一点 但是你忍心 看着可可过苦日子吗 可可你快说话呀 这些钱本来就是你爸妈留下来的 你姐这样 就是想把你的钱给占了 姐说的很对呀 没有彩礼 当然就没有赔价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们八年的感情 不是用这八十八万来衡量的呀 你也知道我们是八年的感情啊 所以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就开始打起我的主意了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我们以后终究是一家人 你姐终究是外人 你搞错了吧 你才是那个外人 结婚 我不结了 不结 谁不知道 你和我同居了这么多年 我看离了我 谁还要你 我做九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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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tter bring my coat